泰国电商发展位居于东盟地区的第二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 也都参与到了跨境电商的行业当中 一些泰国企业表示 达成中国电商的平台 泰国商品在中国市场获得了良好收益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 一同去泰国的一家格斗用品工厂看一看 在一家泰国格斗用品工厂 最新生产出来的一批泰拳手套 刚刚完成装箱准备运往中国 并在中国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从2013年开始 这家工厂经过市场调研 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全机类用品的需求量增长 工厂便开始逐步通过中国电商平台 将商品销售给中国客户 太拳是泰国传统的图国艺术 但是为了保护全手的安全 现在正规的比赛都要求选手要戴上全套 那么根据生产商的介绍 泰拳手套和普通的全机手套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这家泰国企业生产的手套 也是销售到全世界 现在中国呢 我们的消费者已经可以通过 中国的电商平台购买到泰国生产厂商 生产的全机手套了 在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参与下 泰国电商行业在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泰国最受欢迎的来赞达 虾皮购物等电商平台 在运营模式入住商家的营销方式上 都全方位向中国借鉴 再融入泰国本土化的元素 泰国是动建一带一路国家之一 我在泰国带领当地的团队 从事跨境电商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明显感觉到中泰两国 无论是海运 陆运 还是空运 运输时效呢都有明显的提升 运输的路线也有明显的增多 这给我们在泰国发展电商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便利